我們看這題目 這ABC為二階方針 O2為二階零方針 I2為二階單位方針 下列敘述何者恆正確 若不正確請舉出反例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若A平方等於A 則A是等於O2或A是等於I2 那麼這裡我們先回答 這是不正確的 那麼我們要舉出反例 那麼例如 我們如果令A 是等於 這是1200 這二階方針 那麼這時候呢 A平方 就是A乘以A 所以這是1200 去乘以 這是1200 那麼我們會得到 這是1乘以1加0乘以2 這是1 那這裡呢是2乘以1加上0乘以2這是2 那麼這裡呢是 這1乘以1乘以0加上0乘以0這是0 那這裡是2乘以0加上0乘以0這是0 所以呢我們得到這是等於A 但是這時候我們看到A呢 它並不是O2也不是I2 所以呢 所以呢 第1小題呢這個敘述是不正確的 我們回答這個答案 現在我們看第2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2小題 如果A乘以1乘以1乘以1 如果A乘以B等於A乘以C 且 A不等於O2 則B 是等於C 那麼這敘述呢 也是 不正確的 那麼要舉出反例 假設呢 A 是 這是 10 00 這個二階方陣 那麼假設B呢 這是 23 14 這二階方陣 然後C呢 這是 25 16 這個二階方陣 那麼這時候 A乘以B 這是 100 去乘以 23 14 那麼經過計算我們可以算出 這是 20 10 10 10 這個二階方陣 那麼我們再計算 A乘以 C 那麼這是 10 00 去乘以 25 16 那經過計算我們算出 這也是 20 20 10 20 這個二階方陣 那麼這時候呢 這一樣 所以這兩個是 相等的 滿足這條件 而且呢 而且呢 A 他不是 偶 那麼 這相等 可是這時候呢 B跟C 卻沒有相等 因此呢 這敘述是 不正確的 我們回答 這個答案 我們 接著我們看第三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天下小題 若 A乘以B 等於A乘以C 且 這 A的行列式的值呢 不為0 則B 是等於C 那麼這敘述呢 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直接回答 正確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 第四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四小題 2A平方 取航列式的值 是等於2A平方 去乘以A平方 取航列式的值 那麼這敘述呢 是不正確的 那麼我們舉 這反例 首先呢 我們假設A 他是2112 這二階方正 那麼這時候2A 我們會得到 這裡是4224 這二階方正 那麼取平方 那麼這是 4224 去乘以 4224 那麼這裡我們會得到 這是 20 16 然後16 20 所以呢我們取 這行列式的值 是 這取行列式的值 會直接得到 20乘以20 減掉 16乘以16 那我們直接寫 這裡是 400 減掉 16乘以16呢 是256 所以我們算出 這個值呢 是 144 那麼 A呢 是這二階方正 那麼 A平方 這是 2112 去乘以 2112 那麼這裡呢 我們會得到 這個是 54 45 25 這行列式的值 這在取行列式 那麼是 25 減 16 我們算出 這是等於9 因此呢 144 應該是寫成 這是 4的平方 也就是16 去乘以9 才正確 那這裡呢 是寫 2的平方 所以 這是 不正確的 因此我們回答 這個答案